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MR魂T26伍德沃特 上一次看到这款机体还是几年前的HG 本来先找一下咱们对比一下外观 翻了好几个箱子还是不知所踪 但是HG发售后的几年时间里 ALZ的限定HG和配件确实补完了非常多 今天再看到伍德沃特就仿佛时光倒流一般 兔子团在MR回升的未来会有怎样的发展空间还未可知 不过对于宛如少女一般的伍德沃特 还是值得评价一番的 朋友们多多点赞收藏分享支持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把玩一下这台钢铁少女 今天这盒是吃鲜的日版 目前价格还是比较贵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模型的品控和硬件指标的表现 这款TR6因为造型设计关系 金属结构配比相对比较特殊 比如说在下臂的前后可以看到这是金属结构 然后在躯干关节这边也是采取了一部分的金属分架 包括在腰块连接位置这是金属结构 还有尾部结构连接关节也有一部分金属 再来就是膝盖关节轴 还有脚部支撑架 腿部部分框架 又采取金属结构 那么这些位置配合整体结构都采取了电镀色处理 效果还是可以的 不过金属比例还有伍德沃特的机设体型关系 上手分量是比较轻的 而伍德沃特全身都采取了灰白色的漆面覆盖处理 这次的漆面表现 相比近几年玩过的MR魂而言 感觉是干净利索了很多 非常过分的瑕疵这次是没有遇到 而另外在外甲部分又采取一点灰白色差分色涂装 边界表现也很干净利索 腿部装甲底部这块黄色的涂装分色处理 也算是比较整齐 在天线 领口 胸部出气口 背部喷口 膝盖位置 装部出气口 尾部推进器位置 这些黄色的分色部分 都是采取了金属色处理 而屁股上的一些小盆口 指示灯 还有腿部上的一些小分色 也有涂装体现 除了屁股推进器侧面的分膜线比较明显之外 当部标记红色边缘有点涂装不到位之外 像是水口 缺肉 也没有看到 身体上有采取少量标志点缀 品控总体表现是比MR魂海泽尔强太多了 大家可以对目前品控表现打个分 模型的圈高 比一般的HG要高一些 刚看关头的时候 就感觉这次TR6整体比例表现 我感觉可能是出于变形结构的考虑 从腰胯到躯干怎么那么长 刚出盒的时候确实是如此 可以利用关节调节一些腰胯的角度高低 最终算是紧凑了不少 不过相比手稿 像是女仆一般 小加比喻的 萝莉的萌萌感觉 这次还是会弱一点的 当然以上都是个人的主观判断 实物身形方面的表现 相比预期还是强一些的 接着来看看细节部分的表现 还有可动配置 在头部伍德沃特是非常有特色的圆圆的 大脑袋瓜子 顶端带有一个细长的监视器 两侧铁盒头盔 分别配置了一个长尺寸的黄色天线 在眼部两侧还有两个火尘炮的细节 这个位置没有弄得理出爱尽 实在是太难得了 RM2版本刷眼体现比较醒目的 开孔面积很大 可以看到金属绿色涂装的双眼 还有很大的红色眼眶 接着就是短小白色的面罩 和红色的下巴了 血铁龙有做身线处理 面夹侧面也有颗线 但是就没有做身线了 这些小样子看着还是挺凶的 而脖子部分虽然说正常状态下看起来并不长 但是因为采取了多段关节配置 无论是低头还是抬头 都有非常优秀的表现 抬头的时候可以看见 为了增强可动 头盔后面也是做了一个独立内收的分件设计 头部旋转的表现也不错 左侧摆的话就会稍弱一点 但是在调整头部角度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和辅助翼之间的位置 以免造成刮蹭损坏 显而是可以旋转辅置翼的角度进行避让 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 在肩膀部分带有一个横向放置的轴型结构 但是肩部并不能进行前后摆动 上下能够摆动一些 配合上肩膀顶部的平抬关节 平抬幅度大概在100度左右 垂直旋转表现正常 手臂上端也能够进行水平旋转 而在手柳位置采取了一个后置的折叠关节 使用起来和常规的高达性存在比较明显的不同 造成手和手腕凹槽采取了球形关节连接 并且拳头手型和掌型都带有一个额外的内外摆动关节配置 握持手型就是单独的球形关节了 而针对红色的指尖 模型都有采取涂装来体现 虚干方面 TR6采取了两个主要可动单元 在中段可以进行大范围的后仰 并且可以左右旋转 在腰部下端也能够进行腰部的大范围后仰 但是左右旋转幅度就比较小了 胸甲部分带有可动结构 可以实时对内部结构来进行贴合 而在屁股位置是连接了一个裙甲推进器 灌甲部分采取了三段式配置 高度角度的调整范围还挺大的 而且这个位置还能够旋转 侧面带有小辅助翼 可以进行收纳和展开 而在内部还隐藏了一段关节 解锁以后可以让推进器贴近本体 属于后期的变形结构 在胯部还有裆部带有大量的折叠关节 但是都是变形的时候才用到 MS形态下用的话造型会不太好看 就算不动用其实也够用 MS形态下两条腿造型特别像是蓬蓬酷 加上收缩的小腿 这个造型感确实很特殊 不过配合上硕大的裆部结构 总有一种掏出来比你大的即视感 腿部可以进行平转 腿部前提表现很好 后提表现也不错 关节阻尼感还是挺舒服的 侧体的话需要借用一点侧展关节 可以实现90度 不过调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腿部后方装甲尖端 非常容易出现结构干涉的磨损 比如说我这个 摆玩的时候需要注意 在膝盖部分 采取了多段关节配置 加上属于变形步骤 弯曲表现还是挺大的 非接地的情况下 支撑架收纳在小腿背面 下端只能看到一个金属小脚 需要接地的时候 需要把内部结构给翻转出来 平时固定力度支撑本体重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为了防止结构不举 在模型内部有两个加装的额外分件 用于固定支撑中间的角度 本体表现大致如此了 特异化造型加上变形结构的考虑 关节设计和普通高达存在很大的不同 而作为主力武器 是这把巨大的复合形态装备 整体尺寸已经轻松超过了本体 是集成了盾牌 长剑 大炮 爪子的复合型武器 我们注重的话 需要让手部先握持到握柄上 然后在肩膀部分 带有一个核武武装机械臂的固定单元 我们需要把这个部位对应盾牌的顶部安装 注意 这个地方是非常容易和TR6的天线插身刮蹭的 一定要小心不要冷坏了 中间插槽对应手臂固定 这装备搭载给完毕了 而肩部关节对应手臂装备的支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巨炮少女又来了 针对复合冰装的前端带有一组替换件 正常炮身侧面是金属紫色处理 因为本身侧面其实配置为近战用的热能刀 模型针对发热状态还给出了一个替换件 并且基础色还给出了渐进形态的涂装处理 非常好看 不过两片刀刃头膜处理 针对炮口高处理情况下 两侧结构展开的细节并未考虑区分 到时在护盾表面隐藏的传感器展开细节是有所保留的 另外目前状态下手臂可动紧靠肩部 摆造型的话会比较受限 复合装备还有一个释放的爪形态 虽然说本体变形不需要替换件 但是针对释放的时候 机械臂的细节展现还是需要独立分件进行安装的 在肩部安装是展开结构 然后刚才的肩部分件 我们留下局部和这个位置进行对接 在前端加装上控制线缆 而在释放出去的盾牌我们取下炮口 在内部是隐藏四个爪子 我们向外侧一边旋转一边弯折 就可以实现释放之后的爪子展开形态了 而且每个爪子前端都配置了一段弯折结构 加上金属紫色的涂装这个效果还是挺好的 而在爪子中心位置 刚才还连接炮口的刀槽 作为光束发生器也能够进行独立的角度调整 整体肩部冰装的结构表现 作为一款小尺寸的玩具而言 我感觉还是不错的 大家可以先打个分 当然作为MR魂5的沃特 这次MA形态的变形也是一个很大的看点 同时也把不需要额外贴换件的变形 作为了本层卖点之一 我们来看一看实际表现怎么样 我们首先取下尺寸很大的裆部 这里是利用一个弓形结构 嵌套到内部金属框架上的 平时固定的比较紧实 然后后白手臂的顶部关节 让下臂呈现曲肘造型 大概到水平角度 再利用上臂的关节向后方进行水平旋转 顺手把胸口两侧的小腐术翼调整到水平角度 接着通过大腿内侧的开槽 利用内部隐藏的关节 把两条腿拉到身体两侧 我们收纳回腿部的支撑架 然后利用膝盖关节先后方进行弯折 把细长的小腿收纳到大腿背面的凹槽里 注意调整膝盖关节角度 才能彻底收纳到位 接着在腿部侧面带有传感器的外甲部分 内层是隐藏了一对小腐术翼 我们得翻出来 但是需要拆卸下来的外甲操作 全部展开之后再安装回去 这个小叶片还能够进行水平角度调整 接着我们把胸甲拆卸下来 在头部进行水平旋转 再利用颈部关节让头部呈现抬起角度 在左右胸甲部分带有一个很小距离的侧面位移空间 我们先位移 接着整个躯干中轴向前方进行翻转 翻转过程中需要注意黄色天线的干涉 一定要小心 在头部侧面 银色分色和胸甲之间尽量不要产生刮蹭 零件很小 需要一些耐心 调整完毕以后 向内侧合拢胸部装甲就可以了 而刚才我们拆下来的胸口中间装甲 安装回去就行了 在下方利用可动关节包裹在前面 接着在裆部的关节组件 我们向正面翻转 整个腿部单元会呈现180度的电道变更 这个动作并非是调整大腿根 而是直接调整裆部关节组 然后我们外展腿部单元 主要是为了腾出下一步的操作空间 调整完毕后 利用单部组件直接进行水平翻转 换一个方向 到位之后 胯部关节后翻 调整大腿关节组横向放置 屁股位置收纳会辅助衣 在裙甲关节组位置 我们外拉一点 接着水平翻转后裙甲 内部有一块隐藏装甲 单位移走之后 内部都有大量的隐藏空间 这个时候需要利用TR6的腰部关节 向后方再次翻转180度 胸甲底部带有一个小凹槽 后裙甲内衬部分带有一个小凸起 它们之间需要进行一个结合 但是因为空间狭小和实现遮挡 还是挺难对准的 然后再把后裙甲和内部的隐藏装甲 扣到头上就可以了 在这里需要注意肩膀侧面的小辅助衣 一定要扣到后裙甲内侧才能没有干涉 要不然收纳的话回不到位 这个时候再利用大腿根部关节旋转180度 事前拆起来的裆部 我们再给插到另外一个裆部的弓性结构上固定 本体的MA形态就变形完成了 这对MA形态复合冰装的武器搭载 首先在裆部内部是隐藏了一个对接结构 翻出来备用 而在复合冰装的机械臂对接件 我们需要更换成MA形态专用的 接着在武器和裆部进行结合 安装Mb之后 机械臂也进行一个简单的对接 连接Mb的接口并不是很可靠 底部关节还晃晃悠悠的不是很稳定 这里正对裆部搭载武器形态 还有一个辅助固定分件 到此为止 伍德沃特的MA形态就全部变形完成了 是一个造型极度富有科幻色彩的飞行装置 并非什么具象的飞机造型 整体设计还是相当另类的 而整个变形流程可以看到几个步骤 是需要拆架之后进行一定的调整再装回去的 流伤度方面肯定略有影响 不过相比HG那种大卸八块的肯定是强太多了 腿部变形动作率显繁琐 其实有很多步骤就是在避让 感觉做了很多个用功吧 全局审视变形其实很简单 熟练之后也能进行简化步骤 但是按照说明书翻过来调过去几下以后 人就迷糊了 可以看出这款伍德沃特是在吉利的环业设定中 MS到MA形态的过程 不过尺寸关系还是有些结构设计是无法实现的 作为海瑟尔的时候有说过 AOZ的众多机体众多形态和配件是一个大坑 今天作为核心之一的伍德沃特已经登场了 既然万代已经开模 那么机体的换色或者是一些相关配件 也应该会像是海瑟尔一样配套意思意思 但是作为本身高贵的MR魂系列 AOZ的题材能够突展到什么程度 我个人感觉肯定是不会多于HG的 而至于很多朋友经常挂在嘴边的巨无霸银雷 更是难如登天 甚至像是海瑟尔二这种尺寸的机体 都可能不太容易看到 在考虑到作品和机体的受众面 能有几个全看缘分 那么回到当下 今天这支伍德沃特 品控方面的表现还不错 身形也没有预期的那么糟糕 虽然说变形还是有一部分需要拆卸重装 但是本身伍德沃特的选择性确实不多 如果说真的想收藏一支的话 可以等到国内Piece不款的时候 看一看有没有好价 如果说就是想体验变形玩具快感的朋友 左转去买一个同价位的变形金刚 肯定比这个同块的多 毕竟品类不同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喜欢视频的话 多多给视频点赞 收藏分享支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